应该是 快快快进来进来 妈 我们聊了半天了 爸 儿子 老乔 跟那个白 大哥 大嫂 儿子媳妇选得好 你瞧这锅盘切的 这比我们家宴会 请的人切得多专业呢 切得不错 是吧 那以后你们家再要开宴会 需要切锅盘的 给他打电话 请他来帮忙 你在上海多久了 我在上海九年了 阿姨 一个女孩子 在这么大一个城市 独自打拼 阿姨懂 一定是经历了不少 很不容易 可能你身体有什么状况呀 自己都还不清楚呢 是吧 现在不是那个提倡婚前检查吗 我建议你去做一个 万一要有什么情况的话 咱们提前知道 提前准备 你刚刚这一跪膝盖不疼吧 不是不是 没事吧 你们都误会了 我就是刚刚经过那个地毯的时候 被拌了一下 这孩子还哭了 我 傻孩子 我们两家的父母 我父母已经全部谈完了 你和石头 这个月就能结婚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啊 阿姨都懂 石头 来 来 这块玉啊是 我二十多年前 几乎花光了全部得积蓄买下的 这就是我心里的传家宝 好 镯子没戴啊 镯子这么贵的东西不能天天戴的 我已经给办公室的小伙伴都看过来 等一下已经走了 所以呢就放在家里了 那时候你妈妈要带着镯子回乡下给乡亲们看 我不同意 她不会生气吧 不会 其实我也是怕那镯子万一被磕着了碰着了 是的 妈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嗯 说什么戴了镯子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原来你在背后使小心眼 觉得我会霸占你们家房子 行啊 如果你是这么想我的话 那以后咱们就各过各的日子 互不干涉呗 你还嫌我对你不够好啊 我也是媳妇熬成婆的 我刚进门的时候 我婆婆哪有待我这么好啊 又送镯子的又上门照顾的 你不要把我的关心当作对你的干涉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公司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好笑的事情等着以后说吧 别了 我怕以后我到时候给忘了 我不是带镯子去单位给同事们看过吗 然后我有个同事非常羡慕我 他就在网上花了两百块钱 买了一个假镯子带过来 然后今天啊 我们研发部门的同事就拿机器好好测了一下 他说那个镯子里面 全部都是放射性物质 带多了还会不韵不韵呢 假镯子带多了自然是会不韵不韵的 现在市面上假翡翠很多的 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但是我那些同事们都很羡慕我 因为我这个镯子 是妈妈送我的传家宝 实实在在地真翡翠 是的 妈说的是对的 本来应该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的 但是啊 现在问题就是 监工特别不靠谱 他三天才来一次呢 所以我就跟石头在想说 要不我们就找三个监工 到时候一天来一个 这样我们也放心一点 对吧 三个监工 石老师啊 他们要找三个监工 爸 你先坐 你先坐 这好几万了吧 这 这个监工的钱不能省 这事就大了 是的 这以后出了点什么事情 这花费就更多了 你们自己装个视频监控 不就行了吗 要还那么多钱吗 这个监控能跟人比吗 监控放在那儿它是有死角的 对 很多地方 它根本都照不到 所以不是很放心的 对对对 那你们小夫妻自己去盯着呀 一人盯一天 不就行了吗 浪费那么多钱干什么 妈说得有道理 妈 你真的太厉害了 护士长就是护士长啊 这才第一天 就已经把工人人履顺了 妈 你怎么做到的 你去我们公司 给员工培训来 你们公司请不起我的 的确请不起 蒸一蒸是舒服 这肩膀全都松开了 妈妈 你要是喜欢的话 网上有那种电子的爱颜包 所以我给你买一点 让你服一服好不好 好呀 这假树吧 这上面这么多吊牌呀 这不是吊牌 这是那个 对 这是许愿牌 对对对 现在特别流行 妈妈 等到时候有假期的时候 我跟石头 我们安排全家人 一起去旅游好不好 到了樱花的季节 那个风一吹 樱花花瓣掉到红面里 整个红面都会变成粉色 他们说这叫阴吹雪 阴吹雪 吹雪 你妈妈比我有福气啊 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就像我生了个儿子 儿子看上去挺刮单的 女儿好啊 女儿像铁心撕棉袄 你知道 我的生日 是 弹性很大 这每年啊 都是和她小姑姑一起过 欣欣的 就顺便也给我一份礼物 我都是顺便过的生日 今年他们要去三亚了 我这生日又过不长了 妈 虽然说周欣 她今年可能不在 但是 我跟石头在啊 我跟石头 一定会让您 今年的生日过得 很开心很开心的 我知道啊 媳妇肯定跟女儿不能比 但是媳妇也是半个女儿 妈 只要您需要我 我就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媳妇就是半个女儿 媳妇就是半个女儿 谢谢妈